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朗讀的文章是 《尋找》 作者于秋雨 小時候 夢中尋找的總是媽媽 現在總是她 與生活中正好相反 夢中的她 總是不告而別 到很遠的地方 我似乎也知道那地方很遠 因此 剛剛要找 腳下已經是西奈沙漠 約旦佩特拉 密克倫西亞的海濱 盧克索的山頂 她總是在那里飛奔 身材那麼矯健 周圍所有的遊人都在看她 因此 我只要順著眾人的目光 總能找到她 有的地方沒有遊人 只有荒蠻的山領 那就更好找了 因為所有的山脈的曲線 都指向她 飛奔到一個顯目的高處 她會突然停步 猛然轉身 伸直手臂大幅度地搖擺 好像早知道我在找她 已經找到她的腳下 她笑得很驕傲 為她走得那麼遠 那麼高 為她知道我會找 而且一定找不到她 好像一切都是她的計劃 我很快追到她跟前 只是笑 沒有話 一時間遊人不見了 山領不見了 天地間只剩下我和她 這時我大都會醒 驚訝地看一眼還在熟睡中的她 其實她沒有行動計劃 只有心靈計劃 正因為沒有行動計劃 所以也沒有行動路線 正因為沒有行動路線 所以再遠的地方 她也能隨意到達 這是說起來有點艱深 但是自從人類開始懂得跨越時空 穿越的可能 才知道過於精細的安排 都是障礙 只有心靈 才能使我們拖地滑翔 轉眼就能抵達 任何想去的地方 地圖由心在畫 世界處處是家 所以我總能在最遠的角落 找到她 卻不知道她是怎麼去的 是坐車還是騎馬 她的心靈計劃 既然與路線無關 與距離無關 那麼又與什麼有關 與人只能是人 她的心靈計劃 由兩個人組成 卻又致遠 致大 因此她能突然停步 猛然轉身 知道我找到她背後 可以四目相對 分毫不差 我的心靈計劃 也是兩個人組成 也能深發到海角天涯 因此我天天在找 卻找得一點也不累 她必定知道我在哪裡 我必定知道哪裡有她 我曾對年輕人說 人生在世 最要緊的是找對一個人 如果找著了 那就會天天牽掛 卻又不必牽掛 於是天邊就在枕邊 眼下就是天下 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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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餓仇 玩家 玩家 玩家